纽约市长亚当斯以及市教育总监班克斯及周四宣布 一项旨在以亚太裔社区的经历和声音为中心的新课程 这是公立学校致力于亚裔学生提供支援的一个里程碑 市长亚当斯在记者会上表示 纽约市有100万亚太裔 在公校推广展现亚太裔历史全貌的课程才能符合现状 让每一个纽约市公校生都能了解亚太裔历史、文化以及对美国的贡献 理解每个人的故事都值得被倾听 市教育总监班克斯介绍 课程的内容仍在研究之中 主要内容包括介绍亚太裔历史名人 将针对不同年纪设定不同的内容 课程内容研究确定之后 教育局将把教材分发给各校 并制定全面的学习计划 这套课程名为被隐藏的声音亚太裔在美国 属于市教育局社会研究护照中被隐藏的声音的一部分 这项课程将从今年秋季开始试点 但教育局并未公布试点的学校 在收集课程反馈之后 教育局计划在2024年春季将该课程推广到全市的功效 纽约市议会周四通过一项决议 支持周议会通过一项为期三年的计划 以延期和扩展纽约市的测速监控计划到2025年 并且能在7天24小时全天后运行 市议会议长欧德斯表示 根据市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 安装了监控系统的路段 包括学校区域 超速行驶和交通事故都有所减少 但目前纽约州法律规定 测速监控系统在晚上10点到早上6点期间关闭 州议会在上周达成协议 将于6月底到期的测速监控系统延长到2025年7月 并允许全天24小时运行和开具罚单 市交通局局长罗德里格斯 在投票前与该法案的支持者举行的集会上宣称 测速监控系统将全年不间断地运行 周四市议会的投票结果有43票赞成7票反对 反对的议员表示 测速监控只不过是市府的收入来源 无助于实现零愿景计划 在交通黑点路段设置减速带效果也是相同的 目前全市750个学校区域有大约2000个监控系统 去年共发出了超过400万张罚单 州议会计划在6月2日会议结束之前通过该法案 纽约市长亚当斯以及纽约州总检察长詹乐霞周四宣布 破获一宗大规模盗窃案件 共缴获超过价值380万元的赃物 以及30多万元的现金 案件有41人被捕 州总检察长詹乐霞在周四的记者会上表示 案件42岁的头目鲁比诺夫先雇用多名被告 从布鲁明黛 梅西百货 多安 里德和斯福兰等 这类型的百货商店进行盗窃 以零售价格的6%到8%购买赃物 再安排几名被告负责组织和清点 并发布在eBay上进行销售 最终将赃物运送给购买的客户 詹乐霞说 除此之外 鲁比诺夫甚至向相关的人士购买粮食券 EBT卡以换取现金 市长亚当斯表示 这是有组织 有预谋的盗窃犯罪 不断对纽约市的经济带来影响 也给受害人带来心理创伤 执法部门在鲁比诺夫新鲜草原的豪宅里 缴获了超过380万元的赃物以及30多万元现金 罗比诺夫和其他40名被告被指控犯有企业腐败 洗钱等罪名 一经定罪 最高可判刑25年 该案件调查历时3年 目前正在调查其他可能的盗窃计划 纽约市的海滩将于周六正式开放 在国商纪念日周末的非官方夏季时间 救生员将会在市内的公共海滩值班 纽约市八个公共海滩正式开放之后 救生员将从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6点值班 在所有其他时间游泳被视为不安全并严格禁止 在即将到来的季节 海滩容量将不受限制 但当局建议 在公园舒适站内使用口罩 市公园部门也将再次在其所有海滩安装防晒霜分配器 提供免费的SPF30防晒霜 分配器将设置于海滩的洗手间内附近 而作为公园2022年水上安全运动的一部分 全市都张贴了广告 提醒民众在救生员值班时间下 只能在指定区域游泳的重要性 此外 市卫生署将负责海滩上的健康和安全 以及日常水质监测 以确保游泳安全 市长亚当斯在一份声明中说 鼓励所有纽约人带上朋友和家人 前往市内海滩享受阳光下的乐趣 他提醒民众 在水中和周围保持安全 并只有在救生员在场的情况下才能游泳 数字幕装自然研究 数字幕装自然研究 超文字幕装自然研究 摩擦